新台湘113年度模范基优志工表扬活动 11号上午举行 乡长何礼台亲自颁奖表扬了模范志工 彰显模范志工的事迹还有精神 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全乡的表赛 今天香港所11号办理表扬基优环保志工 以及垃圾源头减量创新供应成果分享活动 增进资源回收以及环保知识 乡长何礼台感谢15个环保志工团队 以及模范环保志工26名 环保志工队有队长或是理事长接受表扬之后 与各队伙伴们合影 各社会华华协会理事长以及各环保志工队长等等 大家一同来带上勉励以及祝福 以来这边要代表新领乡各界 要向我们今天接受表扬环保志工 我们的慰言来表达尊敬以及感谢之意 因为各位以及你们所属的队员 那个协会平时也好 甚至在每个业力当中都能够 为我们自己的社区 为我们自己的村庄来尽一己之力 把亲近家园 把环境打扫干干净净 这是一种宣示 也是一种过去能够动物 都会有自己的地盘 你把自己的地盘管理得非常好 现在许正伟也请您现场向环保志工们祝福 无论是公共顾问的灾准的提出 或者是一般我们灾民的开始去做法事 以及协调我们无论是执行或台积店 进来协助平平夫老中地收入物 还有花莲自立自强能修的自己修 花莲现场用我们的善款来补贴给大家修善 现在合理台重视乡亲生活环境 并表示新年乡是花莲的比大门 环境需要乡亲共同来维护 情节对对人力有限 而名利是无穷的 现在相互所举办表演活动 就是要感谢平时为乡内环境辛劳付出的志工们 辛苦的环保志工们 以及每个月至少一次在上午5点 多数是乡亲家人在熟睡的时候就出满打扫乡亲的环境 令人相当的佩服 另外为了提升志工以及乡亲的环保知识 特别结合了垃圾源头减量创新公益成果分享活动 相公所每年办理如垃圾源头减量创新公益等宣导环保知识的活动现场 提升了乡亲的环保知识 又感谢华林县政府及华林县环境保护及长期的支持 在志工伙伴们以及新的乡公所 对人来不断地努力宣导环保知识 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大大的降低了 而垃圾减量的绩效更逐点提升 也让更多乡亲资源投入志工服务团队的工作力量 发挥有效的运用 让全乡的乡亲们一同打造干净优责的幸福星辰 记者金鸿义 新陈香花岛